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费越久 补缴的钱越少 哪有这种好康的事情 原来是国民年金补缴规定 出现漏洞所造成 依照国民年金法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后 协助安葬的遗述 可领9万1410元的伤障给付 和每月3700多元的遗述年金 不过要领这些钱 被保险人在生前 必须要缴清国民年金保险的费用 如果有钱费 遗属就要代为绞薪 才能领取这笔费用 依法令规定 只要被保险人 在10年内的欠费都可以补缴 超过10年不仅不计年资 遗属也无法补缴 这个规定乍听之下很合理 But 劳保局现行对于10年的计算方式 有很大的问题 目前劳保局对于10年的计算方式为 遗属申请给付日 来计算被保险人的欠费 举例来说 某A在今年1月过市 累计了10年的欠费 约11万元 如果遗属要领取商账给付 必须一次缴清才可领取 但如果遗属到隔年1月才申请商账给付 劳保局就会以申请的时间往前推10年 如此一来就会变成 遗属只要补缴9年的欠费 约10万元就可领补助 而申请商账给付的时效最长只有5年 所以如果遗属发现这个漏洞 最多可以不用补缴5年的费用 导致遗属越晚领申请要补缴保费越少 却仍可领取相同给付金额的情形 根据劳保局统计 目前有超过10年欠费的被保险人近140万人 合计欠费约82亿元 其中有6万人已经死亡 金额约3.5亿元 目前都已列成呆账 然而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 卫福部表示 以民法规定人的权利终于死亡 所以在被保险人死亡之日 其欠费10年的保费总额就应该固定 不应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少 至于3.5亿元欠费的账目 卫福部则表示 这些账目除了需要全部重做之外 也会将问题延伸到是否向遗属追逃保费 对此中华民国劳务师协会 创会理事长张凯翔表示 被保险人在死亡时 欠费确实要固定 所以不应该因为被保险人有欠费 就扣住3账给付不发 但3账给付实际是要发给协助买账的人 不一定是疑数 另外针对过去误发的6万人 他则认为 只要没有影响重大公共利益 政府应不必再追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